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CG是讲你所提到的这个人是为他们在中国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我可以提醒你或者通过你提醒这个组织 据我了解ICG在中国并没有备案 那么如果没有备案 他的人员在中国从事活动就已经触犯和违反了去年刚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